原标题,美国顶尖文理学院校长谭博雅教育,鼓励创新,在中国大有潜力。 10月18日,美国著名文理学院维斯大学,Westland University,校长迈克尔斯·托耿,Eco S. Roth教授稀奇新书超越大学博雅教育合一重要现身上海一家酒店。 罗斯教授表示,博雅教育的精髓在于能够培养有创造性思维,突破性思维能力的跨界人才,推动社会进步。 在21世纪当许多人仍然对高等教育的价值保持怀疑之际,罗斯强调,博雅教育中的创造性、批判性思维以及学习与实际工作相结合的通才培养理念 正是当今经济形势下人才培养所需的 博雅教育培养跨领域跨学科人才 博雅教育最核心的一个理念就是跨领域跨学科的进行学习 看到学生们吸取了丰富的知识和技能 同时又能够发挥自己的创意和潜力 对这些工作和学习持续产生浓厚的兴趣 做出杰出的成果 我是非常自豪的,罗斯教授说 我觉得这是博雅教育的精髓所在 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 在工作的过程中能够学习学习的方式 能够创造出更多更有意义的成就 2008年经济危机席卷全球 这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让美国交 欲界也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和声音 认为教育的方向应该更专业,更狭窄 对于像博雅教育这种非常欢泛的 针对请不是特别强的文理的教育体系 大家提出了一些质疑 有人认为应对金融危机 需要通过培养一些特定领域的专门人才 罗斯教授说,当时他担任维斯大学校长 刚刚一年,正是由于这次契机 他才觉得有必要写一本书来诠释 对于博雅教育理念认识上的误区 在2017年3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超越大学 博雅教育合一重要一书中 罗斯教授阐释了博雅教育自由的理念合作的方法 他认为在技术飞速发展的年代 现在的学生会比父辈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 各种各样的机会 有更多的机会去学习更多的东西 如果只掌握一门非常狭窄的技能 对于学生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而博雅教育能够通过对知识进行探索 结合学习知识的基础上 发挥学生个人的潜力 做出更多有意义的项目和成就 比如摩根大通研究所创始主席和首席执行官戴安娜法莱 就是博雅教育的一个典型事例 戴安娜法莱在维斯大学学的是社会研究 这个跨学科项目融合了经济学哲学和政治科学PPE 此外他在大学期间涉猎广播 甚至在戏剧音乐课堂上也可以看见他的 身影毕业后 他先后在麦肯锡全球研究所奥巴马政府经济委员会工作 跨学科的学术训练和跨领域的工作经历使得他 从海量数据中不仅可以动见消费者行为的轨迹 还致力于发现改善公共治理的良方 罗斯校长告诉当天在场的家长们 这些优秀的行业领导者通过博雅教育 具备了扎实的知识与技能能够在本职领域站稳脚跟 同时他们拥有跨领域的思考力和行动力 能够看见别人看不见的连结与关系 通筹协调别人无力处理的事物或资源最重要的 他们都充满突破常规与传统的勇气 没有局限在一个盒子里 而是在充满复杂性与开放性的世界中不断发现人生的意义 与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案 而这正是一个高速变化的时代更加需要博雅教育的原因所在 更多美国优秀学生选择博雅教育 面对发达的互联网科技以及普及的线上教育 如今的大学还值得人们为之投入时间和金钱吗 大学培养的学生在走出校园之后能应对社会激烈的竞争吗 罗斯教授认为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其价值已经超过高等教育本身 在这样的情况下博雅教育的重要性尤为突出 罗斯说在使用useful和广博wide ranging之间 确实存在一定的张力在维斯大学 罗斯主导了多个跨学科学院的创建 这些学院的重心在于与东亚研究综合科学 电影和环境相关的高等研究和群組建立 而更重要的是不仅是在校园博雅教育 在学生毕业之后仍然还在继续 学生需要通过探索不同领域的机会寻找各种问题 同时用在学校学到的技能和创新的思维去突破固有壁 寻找更多的机会 包括创业的机会 商业的机会 也可以是工作的机会或者是教育机会 如今越来越多的美国优秀学生和家长 把顶尖的文理学院作为首选 维斯大学与威廉姆斯学院 Williams Amorst学院 And must 并称 小三杰是美国最顶尖的三大文理学院 以维斯大学为例 在最近一年的招生中 学校共收到12,543份申请材料 创下了史上新高 罗斯教授认为 博雅教育有助于向年轻的一代推广更多的创业精神 企业家精神 而通过学生在校的各个领域的专业知识和经验 用创新的视角探求社会的关注点和机会点 正是当今社会所急需的创新精神的体现 他表示 博雅教育鼓励创新与社会发展的总趋势非常契合 未来在中国博雅教育也大有发展潜力 责任编辑张玉 责任编辑。张玉